中間 中間 麻煩中間 中間 謝謝大家支持茶青讓我們的成績那麼好 然後今天晚上是最後兩集 期待大家看了之後能夠回甘 不管之前有沒有每一週收看 今天可能可以就一次補習 就你可以今天下午看一到十集 然後晚上接十一十二 因為我覺得一定是有看 然後有投入時間跟感情 然後才會有這些感想 然後跟就是這些梗的產生跟討論 所以就是真的很謝謝大家支持 像我覺得真正到最後的結局 其實是很可以讓人好好思考一下 然後就是想一下他這齣戲 從一開始到走到最後 今天這一步的一個過程 是真的很 我是覺得很好看啦 所以就是希望 希望大家 我沒有要哭 我沒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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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對 就是我自己很有感觸 所以希望觀眾就是今天 一定要看最後一集 我只能說這個大結局 會比像上週的劇情 還要更揪心 然後更感人 然後每一個角色 都會有一些 更值得大家好好去思索的地方 如果有路者是新貴派的 新貴派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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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好說喔 我們拍的時候 也就是新貴派的 馬上化分 分水零 一直強調說 不能夠讓這個感情有一點圍爛 所以確實我覺得 不管是導演還是製作人 如果在現場 我們一直都覺得這角色 要拿捏得很好 沒有做什麼 但是就是這樣看他 因為一定是喜歡他 但喜歡跟那種去撩他 去追他那種 喜歡是兩個的事情 那吃飯的時候會說 欸你為什麼可以這樣看KK 然後他就說 你看我的眼神都不是這樣的 我就說 因為小極就是對KK 角色是這樣啊 我就只是突然想到 因為我發現他每次看KK 演得拍這麼久 他從來沒有時間看過 對他會跟我計較這個 我想說 好我就問他 我就覺得很有趣 希望可以開啟觀眾 另外一個思考的角度 對對對 像我們就是家的符號比較強烈 有些 我看到 我有一些朋友跟我分享 他說他們看得懂 那年紀都會稍微長一點 嗯 就 呃 希望他 希望KK一直都是幸福的 從現在開始 一直都可以很幸福 就我好像就寫了一段這個文字這樣 然後 我覺得也蠻符合劇情的啊 因為小極其實就是希望KK可以幸福 就打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三妹是一個默默的人 那其實平常 大家比較刻板印象會覺得 哦默默做事的人比較不會被看見 所以其實 我本身一開始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只是想說我把這個角色該做的事情做好 走入這種祭賞嫁女兒的行列 所以就覺得 誰在我旁邊 他們都覺得 小極跟這個也OK 小極跟這個也OK 就是我覺得 大家都有帶著祭賞的心在關心小極 很希望小極有一個幸福 不要 妳有算百搭 對啊 哈哈哈 對啊 對啊 因為我後來越演戲越覺得 好像可能剛好就是演到 這個 受祭賞疼愛的小極 所以只要我身邊有誰特別對我好 或是照顧我 大家都像祭賞一樣想把我托付給對方